我要走了 要走就走吧 有什么不安静的 一个人生命的长度 是由无数个选择决定的 一个人生命的重量 亦是 然而 李静荣并不在义死体的生命有多重 毕竟乱世之下 也许生命都弱不进风 他更在意的 是每个做出选择的时刻 那个瞬间或许可以证明 他真真切切地存在过 伤口是为 宪兵队里有一机队的潜伏分子 你猜会是谁 宪兵总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每天都有很多的中国人被带进来 能处置地聊聊不及 李静荣每次都假装没看到这些受难的同胞 因为他知道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那天 当李静荣看到日本人抓进来的三个女人之后 他知道 自己的计划将被打乱 三个女人当中 年纪最大的那个 是芳兰的母亲 而芳兰 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人 而芳兰 而芳兰 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人 而芳兰 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人 而芳兰 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人 是他这一生最爱的人 但我看了 这一生最爱的人 是他们的 这一生最爱的人 薪食